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饿 先饿 yo yo what up 大家好 我是Fashion Boy 自从我做了上次那个 Jackson王家里的三种 发型的发型教学 视频以后 我就一直收到很多你们的 私信还有留言 问关于头发的问题 本来因为实在有太多 所以我没有办法可以 完全的回弯 所以今天我们来讲 头发 如何可以像我一样拥有这一头 雾灰亮丽 睡到变变的头发 那 首先我要先澄清 我不是一个很专业的人 我对头发的认知没有到很广 也没有很深入 第二 我是个非常非常 很7的懒的人 我尽可能可以都不要动我的头发 所以我不会做那种太gay-buy的头发 因为我除了做YouTube之外 我还有一个正直 然后我也要照顾MMM Studio的店 所以我其实 其实我花很多时间在我的工作上面 所以用头发来对我来讲真的是 OK 像我们现在正式进入问题 最常说到的问题就是 要如何跟法庭师沟通 非常简单 你可以直接拿我的照片给他 或者是你可以找Jackson王嘉尔 或者是AOMU的Grey 中共他们的头发给他看 因为其实都是同一种的减法 实际上我这个头发 就只是左右还有后面 Undercut Undercut就是铲啊 看到吗 而前面呢 我成为叶子头 我的头发是这一边到这一边 前面这边全部都聚集在前面 头发是不能平的 平的话你做不到造型 而且它没有支撑的点 当你全部在这边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支撑点 所以你怎么样抓 怎么样弄 都是Shack up 不要不要的吧 但是弄这种头发 你一定要去Saloon弄 前面就不要去那种 shopping mall里面 15分钟 把你剪好头发 或者是我们马来西亚 最出名的印度店 最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技术 第二是器材 第三是看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我的良心建议就是 如果你想那些头发好看的话 一定要去Saloon弄发 因为我们刮钱不是因为它的环境 最主要是我们要他们的专业 我自从中学毕业以后 我就在Saloon里面弄头发 我换了很多件 Saloon我走到很多冤枉路 有很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 去Saloon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要问他 你的脸色怎么样的发型 然后发质 还有你的状况好不好 因为一个人set不set到某一种头发 最重要是看它的发质 那你千万就不要伤我一个朋友 我一个朋友来 他就没有人care自己的头发 以为一穿衣服穿的好看 穿的swag就好了 他的头皮是 梗力道啊 哼 他只要一低头下来就 哇 什么 因为他的头皮完全是 红色 我不知道还是因为敏感 还是没有洗好头发 还是 在我上一个影片我有提到 头发是男人第二个命根 你的颜值就取决于你的头发好不好看 如果头发还好看的话 必须要健康 这样你就要懂得怎么样去清理你的头发 还有头皮 头皮健康的话 你才容易长头发 这样你长出来的头发 才会健康 才会有光泽 才会顺 如果你没有去照顾你的头发 没有清理干净 它很容易就阻塞 阻塞的话 就油油了 再不然的话 如果你的头发已经是损坏了的话 它就很干燥 很容易打结 很容易打结的话 它就很容易断 这种头发更加不用讲 摄不摄头 更加不要讲那种 OPPA的烫卷 因为你一烫 就一定会断掉了 OK 而且这种头发就不能去漂 不能漂就做不到靠了 很多很多很多 所以头发非常健康 我在上个影片介绍的 这两个产品 都是来自韩国的 Patterson Institute Beauty 是Mango Rich Protein Shampoo 还有Mango LPP Treatment 一个是洗头发 一个是做护理的 这两半东西 在韩国有40年的历史 不没有错的话 而且它是韩国saloon 御用的产品 它是非常Premium Level的 这两个产品 都有修护你的头发的功效 让它可以柔顺 让它可以更加健康 我觉得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你只要一冲了 用了出来 你就会感受得到 OK 冲了 冲了两步就买点头发 你看看头发 这两个东西的功效 都是一样的 都是去修复你的发质 让它可以柔顺 亮丽之余 因为它没有那么容易打结 但是今天我要示范给你们看 用这一支 所以拿这个起来 这样子 怎么样弄啊 算了 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擦 擦你的这个发尾 弄完这个头发均匀都有 看到吗 这个头发就是亮亮的 然后随便这样子擦擦擦擦 哇你看 整个头发就顺顺了 看到吗 什么都还没有弄 整个就有一种 很envy feel 这样的感觉 没有 另外一种treatment呢 就是当你软了头发过后 它的pH值就会提高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做另外一个treatment 把它的pH值拉回下来 给它不会太干燥 OK 现在 我们要去吹头发 所以我会从左边开始吹 吹去右边 好 现在我们来一下头发 看到吗 其实吹头发的时候 刚刚我们讲的 从左边吹过去 再吹右边吹回来 再吹过去再吹过来 然后给它全部堆在 堆积在前面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现在随便抓一抓 就算不要不要的 吹头发的时候 不要一直用热风吹 热风是快速的大干它 然后就要用冷风吹 因为用冷风吹的话 它才会柔顺 你要梳着我爸的头 你看那种很柔顺 然后有一点点 发亮的感觉 你不可以给它扁那个地方 你要给它很均匀 看到吗 以前我会用Clay 我很喜欢用Clay的 就是发泥 但是在几年前开始 我就不再用发泥了 因为马来西亚很热 一热的话 它就会闷到 闷到它就开始出油 然后你set两个地方 就全部就会塌下来 就很丑 所以后来我就找了一种产品 叫Spray Clay 这个Spray Clay的用法非常简单 但是有点非常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要用之前一定要摇 我就会先抓这边起来 我就会碰 其实是很随性的去碰的 然后你把它抓起来 就像是摩擦 然后你在左边两则 这边那里就抓一抓 我刚才推一下 然后这边也是推一下 推一下 用手去捏一捏它 如果你想要这边在 有点线条的话 你就抓起来 这样子转 弄一弄它 这样如果你想要这个 好像Jackson这样的那种 Opah的三七分之间 你就在这边这样子抓 抓开来 拉开来 拉开来 然后你不要怕就弄回去 然后这个时候 你满意了过后 就拿出这个Spray来 碰 哇很香 这个弄了过后 硬哦 更加定型 所以线条更加出来 看到没有 All right 这样就完成了 是非常的简单 那这时候只要去找件 你自己要的衣服穿上去 就可以出门了 YoYo What up 大家好 我是Fashion Boy 所以剪头发非常的重要 只要剪着那个型 常常去修 没什么法就很好看了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 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两次 看个办事 看点赞 上我的微信 还记得Like我的Page Follow我Instagram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打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见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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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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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 基地 洲 打栖 中打栖 Win der